各位朋友,我今天會介紹Petcher Armourman系列的一支新成員 這支燈無論顏值和功能,我都覺得爆燈了 廢話小角,我們馬上來快速開箱 首先大家如果未訂閱我們攝影小角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頻道主頁看看 裏面已經有幾十條關於攝影及修圖的短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訂閱更好 首先有一條供電的電線,很用正 還有一個轉接支架,我們用來做燈架的 也很漂亮,是金屬的 還有一個電源,還有一個電源的Pub 好,看看燈的主體 非常細緻的,你看看很細小的 還有它的顏值真的很漂亮 旁邊有一個可以給你拆V電的 即是不用用濕電,用乾電可以在室外用 或者有些情況不想用濕電就可以用了 這裡有一個V電或供電的 有一個電光幕,有一個南華reset的按鈕 還有一個按鈕,是讓你更加乾暗和色溫 還有一個保護膠殼 煮燈的主體就是這樣 我們馬上開來看看 煮燈現在開了 大家看到現在我調到25% 如果你想改到乾度可以一路一路改變 如果想高速一點改變不上一度一度來上 按一按它就會大幅度來提升 現在開了100% 現在我們會再量度光的強度 現在看看外表 大家看到燈的燈值非常可愛 其實它真的很小 這是一包很小的TEMPO 旁邊是左眼燈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可愛 後面有個風扇 你看到它就著它的熱度 會散熱的 會著的 但是這個燈線比200X那個 我就這樣聽起來就覺得比較靜 旁邊有一個V電掛卡口 方便你如果用V電供電的時候 可以掛在這裡 然後用D-TAP的線插回到這個位置 那就不用質疑 在這個位置 好相較像我現在現在用插入插梳 這個另外長按它就轉好可以飾溫 現在有5600 6500 2700 這個S獨有的 如果不是 S 版就不能調色溫 我們現在看看燥音和熱度 我們先看看燈工作上的燥音 燈其實還未開的 大家聽到環境聲是環境聲的底噪 底噪是不關燈的 我現在先拿著燈 把它調到最光 接著我們把錄音機放進去 大家應該都聽到 有些風扇的噪音 但這個噪音比上次的 Amarion 28s 的噪音輕微 放開一點點也聽不到 其實噪音真的很小聲 噪音非常棒 我都已經100%了 不是50%了 100%也是這樣 非常好 噪音的風扇的靜音能力 很厲害 接著我們看看它的工作溫度 現在已經開到100%了 然後燈口 咦? 這支燈真的很好 散熱 開到100% 都是40度 最熱的位置 其他位置可能都是30度 一支LED燈 100%開到 長期停下來 我不是剛剛開的 我已經開了十幾二十分鐘 那 嘩 都算是真的非常好 它的溫度控制度 好 我們再看看它的光度 弄了一個標準罩 大概一米 射下去 你看到 都可以去到 三萬多個Lux 跟它的描述一樣 它真的做得到 真的 這個就非常好 大家可以 跟Armorion 200S 那個 那段影片你們看一下 Armorion 200S 那個有去到多少 可以比較一下大家 其實這個都非常光 不過它加了一個對光罩 就會限制了它的角度 其實 我講到這裡 不能不提的 就是這支燈 它現在和其他 Future的燈一樣 它支援它的Siderling 這個APP 這個APP 現在進化得很厲害 其實用這個燈 其中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這個APP來控制 我現在簡單給大家看看 這裡我已經加了眼燈 下去了 我開了場景出來 好 開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你之前加的燈 如果你還未加的 你可以自己按這個 加好 按這個 VT Reset 就可以看到你的新燈 加進去 現在我已經加了 如果你有很多眼燈 其實都可以一次過加進去 你一個APP 可以控制不同的燈 那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真的單憑這個APP 已經是 直回票價 這個APP是不小錢的 你手機在擴操 它可以控制它的光度 調光度 即是衰減曲線 色溫 都可以很簡單地調控 非常方便 這個APP 我會遲些 另一集詳細說 不過現在可以提一提 就是它自從1.6的新增 之後 它新增一個 叫做 音調光效的功能 你只要選了 FSS 這個就是輸入的音樂 或者Live Live 即是現場收音 Live 現在選 在色溫 現在我們這個 是雙色溫 所以不可以選 彩色的 你只要跟著溫的話 它會跟我說 噗噗噗噗噗噗 是會跟著你的音樂 或者當時的環境聲 來跳動的聲 對於一些 拍音樂影片 或者現在很流行拍Cover 那些 我看到很多影片都是 做了很多燈效 但是燈又燈少 音樂又音樂跳動 是完全不配合的 你現在有了這個APP 可以用這些專業的燈 都可以跟著音樂的跳動 就是這裏 已經值回跳價了 接下來我會有一集 專門說這個APP 大家要留意 所以我說這個燈的 硬直和功能 都真的不得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APP 大家如果買了這個燈 記得 一定要下載這個APP 來玩 還說還不用錢 真的非常好 但是很奇怪 它有一個平板電腦版 那個好像要給月費 但是手機這個 是不用的 但是功能是一樣的 大致上 但是大家不要錯過這個APP 雖然我說得這麼棒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它好像在欠一些東西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沒錯 它是欠一個燈罩 因為它是寶雲鞍的燈罩 如果大家有挖開燈的話 應該也有很多 但是 原來它原裝有一個燈罩 是專門用這個燈的 顏值非常高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是 是比一般的小一點的 我現在把它燒進去 那燈呢 也是很小的 就把它燒進去之後 我給大家一把紙巾 給大家一把 加上這個燈罩 我覺得這樣才完美一點 那才是一眼LED的燈 那之前我做的罩 可能有些情況之下 你不太容易控制 那現在有這個墜乾罩 還是原廠的 那燈是非常好 但是很奇怪 這個燈罩 最初買的時候 是沒有的 你看一看它的packing list 只有四樣東西 沒有跟著燈罩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很多朋友買了的都吵 反應回到廠商 那後來廠商出了這個燈罩之後 就派回給一些供應商 即是說你之前買了的 派回給你 那很好啊 我去香港和寶麗買 那他收到燈罩之後 就召回一些 和買了燈的客人回來 送回這個燈罩 就不用你了 再要你付錢 那非常好啊 這個年輕人老闆 就真的非常有道德 其實他可以不給我們 開百元店裡賣 賣回百五元也好 但是他就很好 叫我們回來 這個值得一讚的 這個保麗攝影器材 好 再補充一下他的供電 那 之前不是說過 他可以旁邊掛個V電 那 如果你有V電 可以直接卡上去 然後經過DTAG的口 就會轉回DTAG的線 插下來 就可以這樣 無線供電了 現在我已經斷了 那個 已經斷了那個 濕便了 現在已經是無線供電了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 這樣掛在旁邊 很不平衡的眼燈 我就不太喜歡 那 還有一個辦法 如果大家 都是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 夾著燈架的Adapter 這個比較大 其實有大有小的 你可以買一個小的 在下面夾著燈架 接著你的電 就卡在這個 燈架的V口 轉接口 就夾著那個燈架 我覺得這樣 那個平衡度 就會好 現在這樣 但都不要緊 兩個都可以的 有些人不怕 那就無所謂 我就不太喜歡 不夠平衡 這個燈 它說是65W 它的DC供電 就是12-19W 所以應該很多電 都可以用到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好處 再補充一點 它的供電 現在市面上 有些充電寶 它的Type-C 輸出 如果有PD 協議 它都可以去到15W 但是A數 是不高的 這個 這個充電寶 你要看看A數 比如這個是15W 3A 就是說它的供電 只可以去到45W 這個是65W 變成你不可以開大過60W 一開大過60W 它會斷 就會關燈 就會關燈 但是如果你在60W 如果真的有時急用的時候 都還可以用一個充電寶來充電 這個 有時候救命 都比沒有好 或者你 根本就是 再比60W 小一點的情況 這個 比如我現在50W 很保險 這樣就可以用充電寶 來充電 都可以 那個 靈活性 真的很好 但是 由於它不能去到100% 所以 其實這個 都是不太建議的 除非你本身有很多這些充電寶 你也不用開到超過60% 這樣就可以 而且每個人的規格都不同 可能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那這些 你還要找一條15W的 這個 有片線 就是騙它 是一個 是一個手機 叫它出15W 但是 它那個 A數 是不夠供這支燈的 100% 60% 頂了 80% 都懂機 我試過 各個的速度沒有不同 這個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 這眼燈 無論60X好 或者60D好 就是單設1的版本 都很推薦 特別是一些小型的製作朋友 或者人數不多 做一些小視頻 你不可能拿出很重型的儀器 這裏 這麼輕 這麼細型 就適合了 又可以拍視頻 其實拍照都可以用到 拍照 有些人 譬如現在聖誕節 燈色 補光 我相信也是沒問題的 有一個手機APP 來控制 非常好 這支燈 是大力推薦的 各位 如果有興趣 多些話題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頻道 覺得說得好的 可以轉發給你的朋友 給個Like 鼓勵一下我們 非常好 今天就講到這裏 各位說聲 拜拜